好 各位北美新浪的網友 還有在我們現場可愛寶寶評選的小朋友們 還有家長們 大家好 我是新浪的主持Susan姐姐 大家好 然後今天呢我們很高興 就是有我們兩個可愛的小寶寶 來到現場參加我們今天的2008年 新浪的可愛寶寶評選頒獎典禮 那今天在現場呢有我們的 Ch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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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說一下嗨 對 還有Choy她的爸爸媽媽也來到現場 然後我們最可愛的那個Ruby Ruby現在在這邊 對 還有她的媽媽 還有她的媽媽的朋友也一起在現場了 對 我們真的很歡迎他們今天來到現場 對啊 真的很高興 然後呢 今天我們還有 Ruby Ruby跌倒 好 秀秀秀秀秀 好 然後我們另外還有很可愛的我們15號的 雙胞胎寶寶大寶 大寶小寶 跟鏡頭說嗨 對 他們也來到我們現場 那真的很高興因為我們這次有很多可愛的小寶寶都參加我們北美這一次08年的票選活動 那也 所以非常的競爭 非常的激烈 那我們在從去年2008年10月10號開始比賽以來 一直到現在大概經過了四個月五個月的時間 那有164位的小朋友在我們網上投票報名 然後總共呢有45萬的投票人次 所以等於是創了我們北美這一次的網上票選 算是最激烈的一次了 那我們很歡迎今天我們北美新浪網的Angela總經理也來到了現場 然後我們今天很熱心提供這麼溫馨可愛的場地給我們的親子圖書館的負責人Jack洪也來到我們的現場 對 真的很歡迎你們 那我們就在頒獎典禮之前呢 我們就先請Angela上台來跟我們大家說幾句話好了 好 謝謝大家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的積極參加 再一次呢我再一次的公祝 擁獲殊殊的寶寶們加油 也希望Daddy媽咪能繼續支持我們北美新浪網的 一年一度的最可愛寶寶的活動 讓我們的朋友家人還有熱心的網友 能見證每個寶寶的成長歷程 那還有呢就是我也要衷心的感謝 我們這次還有上次活動的總負責人 他就是我們北美新浪網的總編輯 王盈同學 多謝多謝 最後呢我呢 其實我們也是非常非常渴望 能聽到大家熱心Daddy媽咪還有熱心網友的 新生意見 這樣子呢我們可以把下次的活動 辦得更好更互動更有意思 一年比一年牛 多謝 謝謝 好我們謝謝Angela 而且Angela這次也很大力的支持我們這次寶寶的評選活動 然後所以我們也請Jack今天提供給我們這場地的Jack 也來跟我們說幾句話好嗎 謝謝Susan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讓新浪跟這個教育文教基金會有一個合作的這麼一個機會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基金會在主要是2003年成立 主要是為了促進這個海外雙語跟雙文化家庭這個成長提供一個資源 而成立的一個組織 那這個親子書坊是在2005年的時候開辦的 專門針對舊金山灣區 提供一個當地的一個針對0歲到10歲小孩的一個中文圖書館 館藏大概7000多項 目前是有1700多個家庭會員 那我們有辦這個各種這個華文教育的活動 也有一些這個親子教育論壇 種種活動大家有空的時候可以上網看看 那這個我們歡迎在舊金山灣區的各位這個華人家庭有空的時候可以到我們圖書館來參觀 那我們圖書館的這個活動很多都是靠這個義工來支持的 所以呢如果有認識這個有興趣為華人家庭跟小孩子這個服務的這個人士呢 可以歡迎到我們圖書館來這個做義工 我們講到這裡那這個先這個希望今天的這個慶典會順利成功 謝謝 謝謝 謝謝